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 尔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1316集 谁快 在亡林木台成为七阶的一瞬间 第八章地图内 那盘西坐在一处刚刚成为七阶木台的九天魔尊 突然双目猛地睁开 其身子更是站起 向后看去 此人到底是谁 竟然能达到七阶 令我在内一共六人开启了木台 之前消散了一个 被此人吸收 使得此人木台成为了六阶 可短短的时间内 他居然再次让木台生剑 这 九天魔族神色阴沉 百思不得其解 我能以诸多分身 在外围杀人取福 成就自身木台 想比此人也有同样的方法 七阶 老夫还没看在眼里 眼下我木台很快就会成为 八阶 倒要看看 你我二人谁更快一些 九天魔尊 沉默中 重新潘息作响 同样在这第八章地图内 只不过 并非是在雾海 而是在这雾气之上 天空中 一个很快就要成为七阶的木台 正急速前行 木台上白衣女子 皱着眉头 眼中露出不紧 她同样察觉到那诡异的一幕 只是想不出原因 会是谁呢 我是因为有秘书在身 故而可以吸收这古墓内游厉的零洒符纹 使得自身木台生机 死人短短时间 木台连伤两届 她是如何做的 她到底是谁 白衣女子柔了柔眉心 正要急速思索 但就在这时 其木台轰然一阵 却是吸收到了足够的符纹 膨胀成为了七阶 这一变故 打断了她的沉思 第九章地图内 这里空间乱流更多 密密麻麻 几乎无尽 拓森的速度 不得不缓慢下来 神色争灵 向前踏步而去 该死的狗墓 该死的盗谷 弄了这么一个狗屁传承 想要获得如此艰难 盗谷叶末 本身就是你这一族 这传承你不给我 还要给谁 拓森身后 一个七阶木台上 那妙慢的女子 此刻神色有些凝重 她不再卖弄风情 而是目光闪烁下 回头望去 又出现了一个七阶 不过距离九阶还远 眼下我已经在了这九张地图之内 有了这拓森感应方位 定然比其他人进入要快 那地府三仙尊 别人或许无法驾驭 但我却有把握 而且 叶末也没有说实话 那地府内除了三仙尊外 还有一物 此物 就连老东西都很眼红 这女子眼中闪过一丝贪婪 没有人可以想到 王林是以什么样的方法 让自己的木台急速进阶 他此刻毫不停顿 在木台成为七阶后 再次以同样的方法 凝聚出了一个个符文 这些符文 不断地融入七阶木台内 使得他向着八阶急速地前行 王林手法已然极为熟练 挥手间那 眉心便有符文印记 转瞬印记就被抹下 融入木台 时间流逝 仅仅数个时辰 木台上的符文 就累积到了一个极为可怕的程度 魔魂瓶内的古魔魂数量不少 可以经得起这样的消耗 王林体内的古神之力 也可以再生 但他的古妖之力却是最少 眼下那葫芦内的古妖气息 所剩不多 好在王林储物空间内 进入古墓后得到了数件古妖之宝 为了抽出其内的古妖气息 王林不惜毁灭这些法宝 如此一来 勉强跟得上凝聚符文的速度 数个时辰后 王林最后一件古妖之宝崩溃 抽出其内古妖气息 融合圆满之下 在眉心暗去化作符文融入木台的刹那 这木台啊 轰然一阵 漆上金光 积极闪烁 再次大小膨胀 四周雾气啊 疯狂的后退 整个雾海 全部被搅动起来 随着王林木台的膨胀 转眼之下 就达到了八千丈 八街木台 古墓内所有人中 第一个八街木台 随着八街木台的出现了 雾海剧烈的翻滚 向着四周不断的推动 自引起了海啸一般 发出惊天轰鸣 传遍了整个古墓内 所有的地图中 更是在这一瞬间 古墓内的所有修士 全部都感受到了 身边雾气的剧烈波动 此刻的古墓内 所剩修士数量不详 但眼下 几乎所有人 全部都是面色大变 四周的雾气突然剧烈 让他们顿时就茫然起来 未知的恐惧 更是急速地滋生 一群数十个修士 原本正被大量的凶兽 混在了第三张地图内 正奋力厮杀 但就在这时 武器剧烈的翻滚下 如同海浪一般横扫而来 那些人形凶兽 一个个眼中突然露出惊恐 还没等退后 就被武器浪头拍中 如一只庞大无比的大手推动 碰碰而亡 那数十个修士 同样没有办法闭着 眼睁睁地看着 雾气之浪呼啸 瞬息间从他们身上扫过 那轰鸣的巨响 压过了他们死前的惨叫 第四张地图内 一座已然达到了三阶的木台 正急速前行 其上站着一个 面色苍白的修士 这修士眼中露出惊慌 不时回头看去 在其身后远处 有三座木台追击而来 准备瓜分其木台符文 但就在这时 雾海的剧烈变化 轰轰涌动 呼啸间那 那雾海之浪遁起 直接就拍向了 陶盾的那修士的木台上 这木台没有丝毫的抵抗之力 骤然崩溃 连同其上的那个雄士 也被雾海吞噬 这屠生的变果 让那三个追击之人 面色大变 正要后退 当雾海速度更快 呼啸中一个大浪拍过 三人的身体与其木台 尽数崩溃消散 诸如此类的一幕幕 在这古墓内不断的发生 造成大量死亡的同时 那些侥幸存活下来的人 等待他们的却是极大的惊喜 雾海内 随着死亡太多修士 那一个个数字符文不断的闪烁 被这些存活下的修士 疯狂的抢夺起来 这些争夺之人那样 没有可以与大荒商人比较者 大荒商人的木台 本就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 此刻抢夺之人 迅速就成为了又一个五阶木台 成为五阶木台的刹那 他感应到了其余木台 神色有了变化 第八章地图尽头 九天魔尊刚刚压下心中的布局 操控其七阶木台前行中 他突然面色大变 眼中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其木台猛的一顿 第一次停在了半空 不可能 九天魔尊眼中露出骇然之色 他清晰地察觉到 那数个时辰前 刚刚成为七阶的木台 此刻竟然再次升阶 成为了八阶木台 第一个八阶木台 这一变化 超出了九天魔尊的想象 他神色震惊 若非是身在木台上 可以清晰感受 他绝不会相信这种时间 不到一天时间 此人竟然从五阶 达到了八阶 是 九天魔尊倒吸口气 整个人愣在了那里 他原本自信满满 认为自己绝对是能成为 第一个达到八阶木台之人 但眼下 这剧烈的变化 却是让他心神轰轰 死人是谁 九天魔尊眼中露出杀机与忌惮 他沉默片刻后 猛地调转方向 操控木台不再前行 而是急速地向后 老夫倒要看看 此人是哪个道友 八阶 八阶 杀了此人收取其木台 我只希望就会大增 还有 他如此快速达到八阶的秘密 若是我能知晓 那道古夜莫的地府 非老夫莫属 第八章地图 雾海之上 那白衣女子 神色阴沉 其木台 同样停在了原地 沉默片刻后 他冷横一声 竟然与九天魔尊的选择一样 调转方向 直奔后方 通过那冥冥中的感应 直奔 刚刚成为八阶的木台而去 他清楚地知晓 若弄不明白这神秘人 如何使得木台快速升阶 那么 他是过不了几个时辰 对方极有可能 第一个达到九阶 这种事情 他与那九天魔尊一样 是绝不允许发生的 第九章地图内 托森身后 木台上的那女子 此刻已然站起了身子 其脸上没有半点风情之色 而是被一片煞气取代 此人必须处去 且其如此快速升阶的方法 我若得不到 就绝不能让其他人得到 沉默中 这女子眼中杀鸡一杀 丝毫不去理会脱孙 操控木台同样改变方向 直奔后方而去 风云涌动 一切矛头都在这一刹那中 全部指向王林 王林此刻盘膝 坐在那八千丈大小的 磅礴木台上 这木台金光更浓 远远看去啊 好似一个太阳 四周雾气因他而动 因他而退 在王林脑海 第八幅地图开启 使得这古墓之地啊 展露了大半 清晰的被王林看到 更是在这一瞬间 那万古沧桑的声音 第四次传来 天地人三府 其天府 为本道传承 古之族人立修极限后 可获传承 返古成道 从此离开此界 去往本道家乡 寻本道族门 在这声音回荡消散间 越来越弱的同时 王林立刻就比所有人 都清晰地感受到 在这古墓内 有三尊七阶木台 正急速向着自己 所在的位置来临 他更是感受到 在身后的第五张地图内 刚刚诞生出了一个 五阶木台 那木台之人啊 王林立刻就猜出 定是大荒 而此刻 这大荒伤人也急迟前行 直奔自己而来 不到一天的时间 木台连声三劫 吓住了这些人 眼下是来寻找答案 将我击杀来了 王林神色如常 嘴角露出一丝冷笑 他在八阶木台上 可以清晰地知晓 对方的准确方位 但对方寻他 方向却是略有模糊 只知大概 可惜 古妖法器已经殆尽 还剩下一样 即便是用掉 也不足以让木台成为九阶 木台成为八阶后 好似一个无底洞 王林隐隐猜测 所需符文的要求极大 按照古墓的规则 王林需要把这追杀过来的 所有人全部杀死 抢夺他们的木台 融入自身 方可使得其木台达到九阶 但这种方法 王林自然不会去思考 他冷笑中身子一望 操控木台向前急驰而去 八阶木台的速度 堪比第三步大能 七速之快 远不是七阶木台可以比较 再加上王林 可以准确的知晓 对方的方位 孤儿倒也有信心 这些人短时间追不上 眼下要寻找一切 与古妖有关之物 用我自己的方法 快速使得木台成为九阶 且看一看 是我快 还是他们快 王林身下木台急驰前载 轰轰直下 金光万丈 使得前方雾气迅速避开 没有雾气阻止 王林速度更快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秘》 作者耳根 演播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喜马拉雅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